人贵有自知之明 哪有别人说了你不对的 已经在自知之你来告诉你 这是没礼貌的 不 我偏要这样 他们说你们俩在家里这样吵 是没有问题的 在外面吵 这样是很有问题的 我甚至认为你们在家里这样吵 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有一点我跟他们俩的观点是一样的 你们俩很配 因为不能再祸害别人了 视频中被涂雷老师嘲讽的两人 分别是男生小伟和女生大放 两人相处已有两年 在这两年相处的过程中 小伟发现 女友说话口不择言 经常得罪人 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逃不过她的毒舌 这让男友实在是无法忍受 女友那张嘴 刚上台 男友就向主持人大吐骨水 在那次朋友聚会上 你化妆磨磨叽叽用了三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到地方了之后呢 我朋友给你开小玩笑说 哎呀 啥天仙呢 要我们等正常时间 你咋说的啊 我咋说的啊 你说 我本来就是天仙嘛 你们这么赖蛤蛤就该等着我 谁啊 女生大放平时 是一个说话不经大脑思考的女孩 经常在一些重要场合中 给男友丢脸 就拿这次来说 朋友只是一句玩笑话 就惹得女友大发雷霆 直言男人都是癞蛤蟆 直接把朋友对得哑口无言 场面那是相当尴尬 但女友对于这样的说话方式不以为然 还沾沾自喜觉得 这么说话没毛病 甚至当场笑了出来 那根本就是嘛 你朋友说的话啥意思啊 长个什么天仙 那根本就是你说你们长一个 一个个都像癞蛤蟆呀 哪有你那么说话的呀 那我朋友一听脸都绿了 熟话说得好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都喜欢听夸奖和赞美人的话 但这个女生从来就不知道 什么叫赞美 竟说一些让人不能接受的大实话 被比作癞蛤蟆的那哥们 对于大放来说 那都算是口下留情 更狠的还在后面呢 然后我朋友的媳妇 想给你看一下她小时的照片 你看一下照片又咋说的 你会说话吗 我咋说的了 你说你小时大长那么磕着呢 长大了之后一点样都没变 那双眼皮白嘎了 根本就是很成功的脸 长得跟个窝窝似的 就算人家的照片不好看 那也不能当面说出来 不会夸人也就算了 至少闭嘴也是一种礼貌 这次的朋友聚会 女友不但得罪了朋友 连朋友的女朋友也跟着遭殃 从此再也不敢 带毒蛇女友和朋友聚会 不然以后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我发现她是一个 大大咧咧的 说话没有脑子的女人 女友是一个大大咧咧说话 不经思考的人 平时在外给男友 带来了不少麻烦 而这些也只是在外人面前 和男友平时说话唠嗑时 更是没底线 几乎就没有一句好听的话 他一般怎么说你啊 让我去那个巴黎圣母院 有个敲钟的 让我去敲钟去 我那不赞美你的吗 你那叫赞美啊 我当时都不知道啥意思 后来我上网一查 巴黎圣母院敲钟 是个驼背的老头 大家很善良啊 跟这样的女人吵架 我估计没有几个男人 是她的对手 如果心胸狭窄的男人 跟她在一起 就算不被气死 我估计也得折手 但从这位男生来看 还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 甚至还有一些享受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 侮辱他人的自尊 就是一种没素质的表现 对于男生来说 这些他都能忍 最让他忍受不了的 是跟自己的父母 也是同样的表现 第一次去男友家 就口不择言 本来是好意想 夸赞婆婆长得好看 结果到了女友的嘴里 就变味了 到我家见我爸妈 他太不会说话了 接到我妈说 阿姨 你讲成这人 你怎么生出这么个娃人出来呢 我这傻娃人呢 那我说的话傻意思 不夸你妈讲好看吗 夸人还有你那么夸的 我的妈呀 哪有这么夸人好看的 不但把男友贬了一顿 还连带把婆婆也给骂了 难道这就是 传说中的一十二鸟吗 行吧 还是别让她说话了 再说下去 婆婆的脸都略了 不过 女友第一次去婆婆家 还算是有点心 带了些营养品 给公婆补补身体 但是问题又来了 不提营养品还好 一提起营养品 又闹出了幺蛾子 你买营养品怎么跟我妈说的啊 你说阿姨 平时你多应该吃点营养品 省得以后 摔断了胳膊 断了腿 在中风 在半日不随什么的 是你该说的话吗 那我不是为了你妈好吗 我不是为了你妈好吗 让你多吃点营养品 以后身体好一点嘛 这那是为了婆婆好啊 这明显就是咒骂 女孩说话的方式 真是让人无语了 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 哪曾想 被女友这张嘴给毁了 从此 公婆不想待见 这个不会说话的女孩 还让儿子跟她分手 但小伟觉得 女友除了这张嘴 不会说话以外 其他方面 还是个不错的女孩 所以小伟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 而是偷偷地去找女友 并且住在了一起 这一住才发现 这就是第二班 第一的开始 自从小伟和女友同居后 过着地狱班的生活 每天就像个佣人一样 被女友招职责来挥之急去 这段时间没少被女友折门 也正是因此 两人也没少吵架 经常因为一些琐事 吵得不可开交 一提起那段时间的事 两人现场吵了起来 过年的时候回家了 为什么非得要跟你回你家呢 你有家我也有家呀 那我不是想跟你在一起过年吗 去你家你妈不待遇 我上我家咋了 我妈为啥不待遇你呀 不去你这边嘴损吗 过年的时候去你家也行了 过五一还去你家 你家咋的呀 你家有啥呀 非得去你家呀 那不是有原因的吗 那我家齐拉姑 把辣姨打来就越来见你 跟你齐拉姑 把辣姨吃饭 看过我就得去呀 那为啥你不去呀 给你面子接不住啊 那我爸不过打人号 我妈女神快住院了吗 我妈住院重要了 还吃饭重要啊 两人你一言我 一语谁都不让着谁 就因为逢年过节 去谁家的事 两人是没少吵架 女生不想去公婆家 有情可原 因为公婆根本就不想待见她 所以女生对公婆家 有了抵触的心理 但婆婆住院 还非得拉着男友 去她家吃饭这个事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毕竟老人身体是大事 怎么能因为一个饭局 就让男友不管不顾呢 那你最后回来就回去呀 回去了 好吧 打脸来得还真快 嘴里说着父母身体是大事 结果还是没扭过女友 但女友后来也知道 自己这么做不对 于是就再一次买了营养品 去男友家给婆婆道歉 哪曾想 这次又毁在了这张嘴上 这话说的好像是预言成了现实 之前第一次送营养品就咒骂婆婆 这次婆婆还真摔坏了 营养品也用上了 还真是无巧不成熟啊 可想而知 正是因为这次的道歉 成了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 男生嘴说分手 心里却不想分 被女友骂范贱 还在那沾沾自喜 遇到这样的男人 主持人是没办法的 接下来还是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其实你们俩之间 什么相处模式 怎么样都行 但是如果一旦触及到别人 尤其是对方的长辈的时候 尊重是最起码 否则我们觉得你就是没有教养 我相信你们俩之间是有爱的 而且我也相信 你很多事情是可能是无心的 只要你学会包容 学会教导 你学会尊重提高自己的修养 我觉得你们还应该在一起 两个人谈恋爱 什么相处模式都可以 只要对方能接受就行 但一旦触及到他人或者长辈 还要用这种说话的方式 那就不是开玩笑这么简单了 起码在别人来看 这就是没有礼貌 没有教养的表现 不过从整场两人的对话中来看 彼此互相的感情还不错 只不过是相处的方式奇葩了一些 如果男生能多教导一下女友 女生自己也收敛一些 在一起还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再听听下一位老师的建议 这种事大把都不是坏人 都是心知口快 都挺善良的 但是打成一锅粥的多得去了 因为什么 不懂礼数 你们俩性格也很搭 你甚至被他骂你都觉得很爽 对不对 但是什么事有理有结 这事你得心里清楚 马丁老师和曲老师的看法意见一致 都认为这个女生不懂礼貌是主要原因 其次是男生能跟着这样的人能打成一锅粥 说明了两人彼此彼此 甚至是男生在享受这样的过程 不得不说 这就是天生的一对 此时图雷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们俩的那种对话不叫幽默 你们在场上的你来我往那种毫无意义的 彼此之间的相冲 那就是个笑话 看完了你们俩这一对的节目 大家伙回家以后 你猜猜大家会怎么跟家人说 我今天在爱金宝贵站 看那一对活宝 女的没有礼貌 男的是个受虐狂 两人在那那有那叫草的一个精彩 然后马上跟小孩说 记住你们千万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图老师侧面讽刺了两人今天在台上的表现 两人彼此在台上相冲 自以为很搞笑 其实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个笑话 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笑话 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对跳梁小丑而已 而你们自己却感觉不到 这是多么的讽刺 所以两人要看清自己 不要把没有礼貌的言语 当成是一种笑话 这是一种很无知的表现 而对于两人适不适合在一起 这件事图老师和前两位观点一致 人贵有自知之明 难有别人说了你不对的 已经在自知之你了 告诉你这是没礼貌的 不 我偏要这样 他们说你们俩在家里这样吵 是没有问题的 在外面吵 这样是很有问题的 我甚至认为你们在家里这样吵 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有一点我跟他们俩的观点是一样的 你们俩很配 因为不能再祸害别人了 是啊 别再祸害别人了 两人在一起挺般配的 这要是换做别人 谁能受得了这种毒蛇 也就这位男生抗打击能力强 兄弟加油吧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别把无知当玩笑 从头学习吧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图老师的点评 依然是那么有水准 希望这位女生 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 那么听了老师们的建议 两个人又会做何选择呢 这可真是应了老师们的话 别再去祸害别人了 果不其然两人依然选择了在一起 这个结局是所有人想看到的 希望通过这次的教训 两人今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同时也祝愿他们百年好和 白头到老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对情侣 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以后我说话一定 通过大脑考虑考虑再说